难不得了吗 真是 爸 我跟你说啊 你以后少搭理胡美凤 怎么了这是 他把我节目停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酒的事 这两瓶酒算什么理啊 这是人家供销社卖的 供销社您知道吧 归县政府管 人家在我们广播站 查两条广告怎么了 他说停就给我停了 你们单位的事我不懂 但是收别人的礼物 这是不对的 咱们老苏家虽然穷 人穷至不穷 假酒 绝对是假酒 吴海生 你别乱说话 猴头地送我的 怎么会是假酒呢 我的姑奶奶啊 你姐夫喝了这么多年酒 这酒只要一沾我的舌头 那我就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不仅是假酒 而且还兑了不少水 叫喽 这宋和 respects 什麼酒啊 这是 月儿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东西啊 拿着 我怎么能说理呢 这哥哥给妹妹送点土豆茶 也算是犯错呀 拿着 爸 我犯错误了 就这个 郝当丽 你给我出来 行行行行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敲什么敲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对不起 两个 有病 同志 问一下 二零一的客人去哪儿了 二零一 请问你要找的客人姓什么 姓侯 叫侯德丽 侯 请稍等一下 她中午就已经退房了 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你在那儿干吗呢 春莱 我等你呢 我可陪不了你啊 我得回家写作业去 写什么作业啊 咱去看电影啊 东口呢 开了一个新的录像厅 今天晚上演 英雄本色 想不想看 是 那我爸知道了怎么办 你爸 你姐 还有你姐夫都出去了 走走走 过了这个错 我就没让这个店 回里边又打 不会回来的 快走吧你 那磨叽啊你 做得很好 一流水准 港币三十万 这东西啊一定要送到鸡尾区 明天我陪你去 不能去 要送了就真成受惠了 假决的事情只要一传开 县里肯定会调查我 我这都已经算是不出事故了 既然已经来了 咱就得听人小胡了 小胡同志啊 我这孩子我了解 他不是那种占小便宜的人 东西他不是主动要的 再说了 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有钱啊 我也相信春艳 不会故意收这钱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 把这东西交上去 第一责任呢 应该是供销社 接下来就是咱们的广播站 也谈不上什么受惠 轻者自轻嘛 那万一要误会了呢 又说我是拿着之前 才播的节目怎么办 我肯定会被极光开除的 但我这两年的努力 都白费了 再加上受惠 我就真完了 放心吧 药儿 我会尽力的 但是这东西一定要叫上去 天下不是同志的 早交比晚交好 咱们争取个好态度 对 听说了吗 卖假酒的事吧 立功像是老黄 一早就被七姐的人带走了 老黄算是完了 那个卖假酒的被抓住了吗 扫跑了 你说这吹样也是 好好念念新闻 不和同老不好吗 这叫好了 说清廉了吧 你说这春医院这么折腾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呀 别瞎说 你以为是这样 想发生这种事啊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走吧 走吧 少副书记 您找我 来 快请进 小胡同志 春艳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您是领导 先听您的意见 这次假酒的事情 后果很严重 影响非常过滤 班子的意见是 凡是牵扯进来的人 一切从严处理 我已经把春艳的节目停了 让她好好反省一下 节目停了就行了 小胡同志 我听纪委的人说 她都收人家钱了 这是犯罪呀 她是被那个卖假酒的人 骗了 那钱呢是放在酒盒子里 给她的 她发现后第一时间就告诉我 而且是及时上交 我能保证 那机关也不能留她 春艳这个孩子 我了解她 她虽然要求上进 但是办事不太沉稳 有时候还出个风头 你这次保了她了 下回她又指不定 又捅出什么娄子来了 你今儿保了她 以后能试试都保她吗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春艳 您忘了 您还跟我说过 供销社是咱们的二级单位 要多照顾 你的意思说 我也该做检讨了呗 我没这个意思 我说的照顾 我说 没让你不做调查研究 就把广播节目播出了吗 广播内容是你负责的 你这个官是怎么给我拔的 行了 让春艳走吧 到时候我再给你配一个 稳重点的 少副书记 您这种丢租宝区的做法 我可不同意 我是春艳的领导 这宣传口出一切问题 由我来承担 太精神了 和小马哥太像了 对对对 来 这个也给你了 喜欢吗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呢 我家这种衣服多了呢 我穿成这样 那我爸不让我去家门 你怎么什么都替你爸的 上大学也替你爸的 不抽烟也替你爸的 不抽烟也替你爸的 连穿衣服都替你爸的 给 我们家就我一个儿了吧 淳来哥 谁家不是一个儿子 我们家也我一个儿子 动个屁呀你 你有妈没有 会说还就一块呆着去 我跟你说啊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记住小马哥说的话 我就是神 神也是人 只要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就是神 对对对 那我拿着吧啊 拿着拿着拿着 行了 就这么招了 走了 李正 少洗少洗 出来哥慢走啊 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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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停职吗 又不是被开除 你干吗哭成这样啊 我大学毕业 从一个小跟班 赶到广泛站大难 不容易吗 姐 你知道我同事们 现在怎么看我吗 都躲着我呢 看她全知道了 都知道了 那钱咱不是没拿吗 顶多算个工作失误 等调查清楚了不就没事了吗 哥 爸 要我说啊 您就不应该带着春雨 去见胡美凤 那不见胡美凤怎么办 钱咱自个儿留着 我不是说把钱留下 我是说啊 您就不应该听胡美凤的 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不一下变得被动了吗 那钱要是晚上交了 她人要是被抓了 那不更被动了吗 爸 她不是派出凶部署来保护我的吗 怎么保护了 孙师傅 没缝来了 坐坐坐坐 月儿 怎么了 哭鼻子了 别哭了 我今天过来啊 就是想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那个叫侯德丽的被抓了 在外地被抓的 这事情很快就水流石出了 可以还你个清白了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省委宣传部有一个去北京学习的机会 我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去北京 去北京 当然愿意来 出来 过来过来 少林寺啊 看看 我都不看了 我得回家看书呢 看什么书啊 学习啊要劳逸结合 不然你就赏了 作业还没写完呢 陈来哥 作业什么书不能写呀 我们去看电影 对对对走 走走走 看吧 看吧 走 出来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离这小伙伙小流氓远点 你怎么又跟他们在一块啊 他们都是我朋友 不是我是不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啊 自由 你要什么自由啊 你的自由就是 天天跟小流氓在一块是不是 你的自由就是天天逃客是不是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是你爹 你是魔鬼 你喊嘴硬 我说 快快快 您快 快快 坐这儿坐这儿 快快快 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嘛 奔去 爸 您以前脾气挺好的 您怎么一碰到春莱这事 您就搂不住火呢 但我这是杀了岁数了 我要年轻点 我一脚把他踹这儿 您消消气吧 爸 您别怪我说您啊 现在春莱正是青春期的时候啊 您越是管他 他就越给你拧着走 腻着往上走 腻什么腻啊 腻什么腻啊 他反了去 我弟 爸 您弄这样的 您就别较劲了 能的你啊 都敢跟爸动手了 姐 我真没动手 他自己不咬心摔的 行了啊 我说你听着啊 让爸出出气 你说爸啊 本来就讨厌那些小混混 还跟他们一块儿玩啊 你说爸能不生气吗啊 你看你瞧着那裤子穿的 我这裤子怎么了 你懂不懂什么叫心潮啊 你盯嘴是吧 你能少说两句吗 我告诉你啊 爸这次是伤着了 一会儿你跟我过去 跟爸承认个错误 听见没有啊 爸一会儿说你什么 你就听着 就算他再打你 这不有我的吗 你怕什么呀 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行行行行行 走 爸 春莱跟您认错来了啊 说话呀 那个 我错了啊 是错了啊 你还得给爸立个保证啊 这保证以后 再也不去那个录像厅了 还有 不许再跟那小流氓 再来往知道吗 他们都是我朋友 怎么是小流氓啊 你朋友 你什么朋友啊 他们都穿成那样的 个个是喇叭裤 你怎么也穿喇叭裤了 谁的喇叭裤 朋友送的 朋友 什么朋友 给你送喇叭裤啊 还剩把钱都拿过来 爸 这拿过来 爸您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干吗这样呀 好 我好好说啊 你姐让我好好说 那我就好好说 你现在是个学生 你怎么整天跟那些小流氓 凑在一块啊 你怎么还穿这种奇装一服啊 你让那个老师和同学 怎么看你啊 行了 爸 你说是你自个儿捡 还是我给你捡 行 我自己动手 好 满意了吗 你这个兔崽子 我打死你我 行了 少爷 你到地方了 晚上你姐来接你放学 不是 我都这么大了 这不成幼儿园了吗 我还没办法啊 这是你爸跟你姐定的规矩 由我们轮流接你 直到高考结束 不是 你们这不成监视我了吗姐夫 怪谁啊 这怪你自己啊 别不劝你一句 好好地考上一所大学 离他们远远的 从此以后 没人再能管不了你 他们这真是把我 往梁山上逼啊 傻小子 胳膊能拗得过大腿吗 你呀 就算是上了梁山 最后的结果还是被招弯了 行了 上学去吧 别人再打架了啊 别人再打架了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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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哦 没事 昨天扭了一下 腰扭了 哎呦 你说你腰扭呢 你还开张啊 你要不要歇一天 别硬撑着了 我得想歇啊 好怕人家来问我一下照片啊 你有酒吗 什么酒啊 白酒 拿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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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腰带给解了 哎 把什么呀 这腰带不解我怎么跟你揉腰啊 你说一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磨叽呢 怎么那么磨叽呢 我自个儿来 行行行行 我自个儿都行 主要是长时间不接皮带 尤其是在 女同事面前接皮带 我有点 有点紧紧紧紧 看我把你吃了 好 把这个拽着 好 有点疼啊 忍着点 刚开始是有点疼啊 得把这个浴血啊 跟筋啊 给揉开了才会好 怎么样 师傅哥 你说你 那会怎么回事啊 我说春莱这个兔崽子 这生气啊 还能把腰给撐了 是不是动手来着 这兔崽子 整天跟那些小流氓 小混混在一起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你说你 一说春莱你就激动啊 你说我说你 你对春艳春雨都不这样 你为什么对春莱这么苛刻啊 我苛刻了吗 对啊 当年她妈为了生她 命都没了 我对她一定就得可可点 她是个男孩子 不可可 那将来怎么成为 家里的底栏树啊 行了行了 你那么激动 我说你啊 也不好好想想 是不是给她压力太大了 她 她什么压力啊 她整天不愁吃不愁喝 好好学习不就完了吗 你们俩一个样 就是个倔 这不倔限的吗 不停了 老实点儿 晓禾 国副部长 你明天是不是去沈城啊 对 明天一早就走了 那你抽空 能不能帮我带几本高考资料啊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太好了 这是书单 好嘞 好我看看 谢谢你啊 T E L E I T E L 没问题啊 行完 有个头 好 这下 你干嘛 走开 等一会儿 媳妇你在干嘛呢 别 你干嘛呀你 你没看我在忙着吗 你瞧瞧你那身酒气 天哪 我这身酒气 你都吻了这么多年了 吴海生 我没有时间我在这儿听你吹牛 你那要是愿意喝酒 我麻烦你去跟别人喝去好吗 我不管你 但也请你不要打扰我行吗 不找别人吗 我就想老婆 你走不走啊 不是想跟你说说话吗 你说你自打当了主任之后 你是一句话也不愿意说 看都不愿意看我 我跟你说什么 你说来说去永远就这几句话 说什么呀 你走不走啊 我没走我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我走啊 那我聊一会儿 你自己待着待吧 你好好待着吧 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苏黎 你问我干嘛是吗 你说我能干嘛 我是你男人 我们两个是领国证的合法夫妻 你能不能看我一眼 我让我媳妇看我一眼 我哪儿做了 尽快滚了 你敢这样 李明 tua 跳手 你看你 怎么样 胡思云 ashi 你们俩有完没完啊 天天吵天天吵有意思吗 给我闭嘴 你们俩有完没完啊 天天吵天天吵有意思吗 给我闭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走 正好这头一天喝醉了酒 第二天喝点稀子 春来吃快点 又早送你上学 干嘛呀 还要送我上学呀 你们能不能别像 看贼一样看着我 我看着你 怎么着 你跟那些小混混一块混呢 他俩吵架吵成那样 你都不管 你干嘛老盯着我看呀 不是不是不是 等等了 昨天我们俩吵架了 玉玉 那个 我昨天又合作好了 你看这不 别碰我 搬手了 媳妇 你请问 我跟姜有什么事好商量 我还是你非得在这耍无赖是吗 行了行了行了 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吃完了是吧 我送你上学的 我不去 你别让我给你发火啊 你发火吧 你打死我我也不去 干嘛呀 爸别生气啊 别生气 别生气 春莱回屋拿书包 跟爸去上学 我不去 你让他打我 本来我就是复读生 全班年纪我最大 你们还把我当小孩一样 天天送我 天天送我 同学们都笑我是低能 说我生活不能自理 你们知道吗 爸 您想好了啊 这春莱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啊 您就放心他一个人住学校啊 不住校怎么办 在家我也看不了他啊 再说学校的环境还不错 住校呢也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 爸 是不是我跟海参的事 您怕影响春莱啊 我跟您保证 我以后不跟他吵架了还不行吗 跟你俩没关系 你俩的事回头再说 春莱从小到大就没吃过什么苦 这内裤把子都是我们给洗的 他一个人住学校怎么生活呀 多年多年吧 你说一个男孩子 整天在咱们身边 他的压力也挺大 什么 压力 这可不像您说的话啊 这是美缝跟我说的 后来我想了想 说的也是有道理 是啊 这我们说什么都不行 这人家随便一句话 那就是荆轲玉律 真行 叔叔 姚 北范 叔叔啊 这是我托同事 从沈澄给春莱带的复习资料 你这是去哪儿啊 你真有心啊 这个小子不是住校吗 我给他去送点吃的 住校了 他自愿的 这小子巴不得离开我们 住校也好 你们不生活在一起啊 都松了一颗气 行啊 反正满打满散高考还有两个月 这也算是最后一锤的马牌吧 你还是不信任他吧 送到学校呢 比较亲密安静 我主要是想啊 跟你小流氓离得远点 看来你们爷俩这心里的疙瘩 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的 住校也好 住校有住校的好处 一到晚上那宿舍不就封闭了吗 那几个混小子 也不会打扰出来的学习了 对吧 是是 走走走走 走 叔叔 你的腰 好了 这么快就好了 你知道吗 对 走吧 走 你慢点 你怎么进来的呀 那你就不用管了 我多管了 我来啊 就告诉你我昨天看的电影 那样在烈火中永生 我 我干吗 我给学校 同志 你在狱中会好吗 行行行行 好个屁我 我这一天啊 你晓晓 除了做卷就是做卷的 你还不如一枪毙了我呢 你也别郁闷了 好 什么呀 我爸怎么来了 怎么办 来 不是 躲窗底下 躲窗底下 躲躲躲 躲躲躲躲 躲躲躲 快点快点 都磨磨蹭蹭 来 爸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好好好 这是给我的吧 你说能来就来了 还拿着剩我多东西干吗呀 这孩子啊 来吧 叔叔吧 那会您把这苹果去洗洗吧 对对对 爸 咱们就再点湿吧这苹果 好 我们等着呢啊 爸 出来 还不让他走 还不让他走 你说话呢 好 非得让你爸撞见是吧 快 快走啊你 说你呢 快点 真说 春蓝 你怎么还跟他们来往啊 他们之前打过你 你忘了 这是好了伤疤忘了头 要是你爸知道啊 肯定会揍你的 谢谢胡达姐 谢谢胡达姐 我给你带一些 考试资料 这些啊 都是北京重点学校的试题 后面还有答案 你可以看一看 谢谢胡达姐 瞎不为例啊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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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哎呀 我切了西瓜 你要不要尝尝啊 我今天没喝酒 我一口酒都没喝 郭海生 我说你走开行吗 我可不想跟你吵架啊 我跟你说我还得看书呢 过几天还得考试 回去睡吧 你不跟我回去等待 你还要跟我分居啊 我这只是让你不要打扰我 你要宁非说是分居的话 行啊 我也不反对啊 好好好 没事 你好好学 做丈夫的 在背后一定好好支持你 希望你早日当上主任 苏春玉医生 是我们医院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 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他的多篇论文 在全国重要的医学刊物上发表过 为我们医院赢得了荣誉 增添了光彩 现在我宣布 苏春玉同志 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 双全县人民医院 布展科主任 鼓掌 谢谢大家 小苏啊 当了主任以后 先让担子更重了啊 你要更伤心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 你因为工作影响了家庭 也有这个思想准备 放心吧 院长 这工作和家庭 我会全和好的 巫叔 票 好 行 进去吧 这就是苏大夫的这个爱人吗 对啊 苏一刀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它是咱们那个医院呢 最漂亮的那个 哎 咱们找一个烧锅炉 这就不懂了 好汉有好气 一朵鲜花插在你份上 哈哈哈哈 走 走你 这能吃了吗 一分钟一分钟 还不行了 我都馋死你了 再等半分钟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你从哪弄来这是 这是我爸从沿海带回来的 能吃了能吃能吃了 吃吃吃吃 我 我扯着啊 好热 干什么呢 不是我们学校的吧 我怎么不认识你 老师我走错了 走错了 这老师在这儿啊 站住 过来 你有关系吗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着打你 好 跟我去教授处 走啊 怕你 走 跟我进去 我不进去 有事你就在这儿说 校长 他来了 不是 菩生 幼稚 又是你 复读班 就你一个 最让老师偷残 我怎么就没听 一个老师说你半个好字嘞 你最好说清楚 你带来的那个社会狩杂人员 叫什么名字 你和他什么关系 也不知道你爹妈怎么当的 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孩子 我爸妈 就这酒店 gaz Geld 你了 苏生来 这是认错的态度吗 我哪儿错了 他们自己进来的 你不知道吗 你随便带社会 闲杂人员到宋舍 还顶撞老师 凭这些 教育处就可以给你 留校查看处分 不都是想开除我吗 谁稀罕在你这儿待着呀 苏生来 太放肆了嘛 你看 这这这这怎么回事这是 来 我还说我下厨呢 你这菜都做好了 淳于呢 他现在忙 总早忙到晚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行啊 咱就不等他了 爸 咱爷俩先吃 要不要 陪我喝两口啊 爸 上次都发过誓了 不喝酒啊 对对 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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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口 那你想喝 我就陪你喝两口 好嘞 来着 喝嘛哟 酒杯 嫂子 我去喝酒 喝酒 海生啊 我跟你说点事啊 春雨这孩子我比较了解 脾气不太好 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不会 爸 不能有什么想法啊 雨的现在高升了 说实在了 我大心眼里高兴 我俩当初认识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医院里边 实习的小姑娘 我呢 在工厂里边当司机 那也是个正式编制 是吧 可转眼睛 你看现在 眼睛现在已经是大主任了 而我呢 成了个烧骨炉 就像您说的那个 我现在就是 捏捏不成一团 切切不成一点 我俩现在 站在一块不是一个档次 我的孩子我了解 春雨这孩子呢 大小就要强 我说的这个要强啊 是在工作上 他对什么升职啊 地位啊 他不感兴趣 你 你看这次 医院比较看重他 让他当了个小领导 这压力可就大了啊 是吧 你看他们是个医疗工作者 除了一点点小事故 人家都得找他呀 所以这压力和责任心 就更大了 对吧 我能体谅呢 毕竟 女儿是我媳妇嘛 来吧 来吧 来 你 春天追寻着你的味道 追到天涯海角 也不知疲劳 美丽的距离却变成了煎熬 我的快乐变得越来越少 我愉快了分享离别的味道 思念如飞雪飘满了冰角 期待那重逢给我惊喜和欢笑 看太阳升起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练习你的微笑 煎熬的背后 是否隐藏美好 看太阳升起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想你快快来到 想着的温暖 温暖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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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拥抱